HELLO 各位大家好,Sawmioです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拖了很久的甘古特的一些技能介紹 首先要介紹這隻角色的時候,我覺得要先從他的技能來看 第一個紅技是自身主砲攻擊的時候 會有10秒增加北連艦隊的火力雷裝對空還有裝填18% 這個主砲攻擊是不管你裝什麼主砲都可以 只要有發砲,他就會觸發這個buff 再來另外一個,自身如果裝備了305三連砲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的裝備補陣會加80% 然後四回合前面的主砲攻擊,裝填時間會縮短35% 這是什麼回事呢?我直接用錶給你看,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從這張錶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甘古特使用專武的情況下 他的主砲效率會來到了190% 即使他的面板威力很低,但是他的主砲不正 還有榴彈擴散其實都還不錯 那最終威力來到了218x3顆 而且他的裝填會比較低,攻速資產就比較快 所以他打出來的DPS會有36.8 那如果你一般戰艦使用MK6的話 這個最終威力會跟他類似 不過一般使用MK6的時候,攻速率比較慢 這都是只有面板的一個計算喔 所以以面板計算來說,一般戰艦使用MK6會有27.61的傷害 那北斎使用MK6的時候會有30%增傷 那即便是北斎增傷的情況下 他DPS也是35.9 所以可見而知甘古特使用專武的時候有非常高的DPS 甚至於一般戰艦使用MK6的傷害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那至於跟北斎之間的傷害比較呢 那最後還是要看一下他們個人火力值的差距 所以甘古特使用專武其實跟北斎是可以互別苗頭的 好,那他第二個防禦技能是在戰鬥中 如果自身的耐久度受到30%以下的時候 那這個戰鬥呢他會減傷15% 那我方的驅逐劍也會減輕10% 所以這個技能算是防禦技能 不過也是蠻少機會會讓他有到耐久度低於30%以下的場合啦 所以這個技能其實不太實用 不過防禦技能嘛,防禦數很多 就加減點一下吧 好的,我們看完了那個技能介紹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的性能 這個基本性能我們拿這個QE來比較好了 QE在耐久度比甘古特還要高 裝填其實是不相上下的 那對空稍微贏了一點 火力也是贏了甘古特很多 那在運氣部分甘古特是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即使在命中輸QE 那運氣其實也可以把這命中給補回來 像乍看之下好像甘古特的性能沒有QE來的好 不過你別忘了他之前還有一個8炮的buff 所以你把18%的火力啊對空啊加上去 其實是跟QE是差不多的 更何況他還有額外的主炮的優勢 所以他基本的傷害遠比QE還要大 雖然說女王號令從開場到結束都會觸發 那他是要發炮才能觸發額外的buff 那甘古特的優勢就是在說 如何在四回合內這個快速裝填 帶來額外的傷害還有額外的buff 是這隻角色所要去面對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很多的裝備配置 也都是從如何有效發揮他的火力 或是他的裝填優勢來達到更完美的輸出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計算一下 甘古特的他的發炮秒數是如何去計算的 首先我們先來計算一下 在60秒內他總共可以發三輪炮 所以也就是可以觸發三次的18%裝填10秒 那60秒裡面有30秒會有這個裝填的效益 那等於說我們平均60秒會有9%的一個裝填增益 在這個60秒以內 所以第一輪的發炮通常都是自己的主炮 還有設備去帶來的一個效益 那第二輪到第四輪就要去計算說 他這個18%的裝填效益會帶來更快的一個速度 好那我們知道各輪不同的時間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甘古特 在每一輪所列出來的發炮的時間軸 黑白蛋在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第四輪 他所發炮的時間大概落在哪邊 然後金火控大概落在哪邊 這樣子我們有了時間軸發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配合我們的俄羅斯來吃到buff 那俄羅斯也是一樣 他也會受到這個60秒平均增加9%的一個裝填效益 所以第一輪跟第二三輪他們的裝填效益是不一樣的 所以二三輪的裝填效益可能會是比較低的 不過俄羅斯這邊是比較難去計算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他剛好發炮 或是還沒有在裝填的過程 他吃到裝填 所以我們大概只能粗略計算一下 他的這個發炮的效益 其實遊戲一開始他們設計這兩隻角色 就已經剛好設計好了 那只要是甘古特使用專武的情況 俄羅斯使用大地砲的話 他們兩個人帶一樣的設備 黑白蛋對黑白蛋 彈鏈對彈鏈 他們就會有一個不錯的時間軸交叉 可以讓俄羅斯完美吃到甘古特所有的BUFF效益 那這邊我比較推崇的是 如果使用甘古特配金火控的話 他第一輪可以壓得非常快 這第一輪可以集出這個比較快的傷害之外 還可以提供更快速的BUFF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畫面看到 這個是使用金火控 配上俄羅斯大地黑白蛋的一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甘古特發完砲之後 所有傷害打完才會讓俄羅斯發砲 那第二輪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在道中打精英怪啦 或是一般道中的時候 可以完美的讓每個人的砲都完整打出來 不會說兩方戰艦同時起火的問題 那這樣子我們易傷的情況 可能就可以稍微減少 不過這種組合是比較適合在俄羅斯兩輪砲 之前就可以結束的一個戰鬥會是最好的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如何使用更快速的發砲 當然就是甘古特使用金火控加彈鏈的話 他可以打到最快速的發砲 以及最快速打完前四回主砲傷害的一個模式 那這樣子如果要配合到俄羅斯的話 俄羅斯必須使用381改加彈鏈的模式 才能追上甘古特他的時間軸 那這種模式呢 就是需要俄羅斯能夠發揮出他的彈幕優勢 畢竟他的彈幕機率是75%嘛 那如果發的次數多的話 當然掃圖能力也是非常好 在安海虐猜的時候是非常快速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381改本來自己的主砲輸出 跟大地炮就有所差距 所以這種組合快是快 不過更仰賴這個彈幕的輸出 那如果彈幕發的次數不夠多 可能就會稍微拖累了進攻的節奏 當然如果你配合整體的北田艦隊的話 那甘古特的快速裝填 能夠帶來更多的buff效益 所以前面的角色也可以享有 很完整的一個buff的覆蓋率 這樣對整體北田艦隊的速度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啦我看你那麼多數字 我覺得一般人應該很難消化吸收吧 廢話少說給我懶人包 我今天一般道中的話 我會推薦你甘古特就使用金火控 後面要加什麼雷達 要加什麼滅火器都可以 只要有個金火控 那俄羅斯就是肯定拿大地炮配黑白彈 或者是你大地炮再配其他的雷達 所以後面都可以改變 只要金火控的話 俄羅斯就是拿大地炮 這樣可以確保俄羅斯在兩輪裡面 都可以吃到甘古特的傷害 而且甘古特跟俄羅斯主炮輸出也會是比較好的 就不用怕說俄羅斯沒有發射彈幕 那如果是boss戰的話 我們會強調在二三四輪 可能會有比較好的buff效率 所以甘古特帶什麼設備 俄羅斯就是大地炮帶什麼設備 這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到二三四輪 都可以讓俄羅斯吃到甘古特的buff 那如果你是說要更快推進戰鬥的節奏的話 安海虐菜就是金火控加彈煉 俄羅斯是381加彈煉 尤其是你在北連滿邊的時候 甘古特可以提早觸發這buff 讓所有的北連艦隊享有火力、裝填的效益 那這個是非常適合安海短期爆發去做使用的 所以這樣看下來 你應該心裡就有底說 大概甘古特跟俄羅斯要怎麼配 才能夠享有最大的一個傷害效益 以上是甘古特它的一個技能分析介紹 相信如果你是看不懂的話 那只好把影片多看幾次 再來配合自己實際下去調配裝備 實際打一遍 或許你就會有一些心得了 好,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在下方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是草莓牛,我們下次見啦,掰掰